接球手和NBA球星到底谁更强 答案或许更有可能是NBA球星 如果你有更强的实力 谁都会选择去NBA赚大钱 而不是在野球场上冒着更大的风险打球 而事实上 虽然接球手偶尔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 但更大的赢面依旧在球星一边 4 骨头收集者单挑NBA球星骨头 或许是最赶和NBA球星单挑的接球手 朱鲁玛布里 拜伦戴维斯 JR史密斯 再到如今的唐斯 面对这些球星 骨头虽然也成功打进不少球 但他不再用华丽的动作 而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虽然胜少负多 但他的勇气却依旧让人鼓掌 3 阿尔斯通单挑扶老大阿尔斯通 是接球场上的乔丹 而他与福老大在接球场上的对决 或许是NBA球星与接球手最势均力敌的一次较量 虽然这次阿尔斯通毫不费力戏甩福老大 但下一回合福老大就立刻找回了场子 阿尔斯通都只能和福老大互报 更别说球吧接球手了 2 无忧惨遭NBA中球星闲远无忧曾和小托马斯 罗斯 保罗等NBA巨星单挑 结果也是毫无意外 无忧在进攻端被限制的死死 在防守端被渔取渔球 但为什么永远是他在单挑NBA球星 也是令人费解 被小托马斯突破 打成二加一倍罗斯鞋 冒加颜色三分一 科比洛克公园 绿各路接球高手02年 手握三个总冠军的科比 来到洛克公园 与当时最好的接球高手 一比高下 半场科比里突外头 各种方式吊打对手 似乎一打九才是他来这里的目的 P队友擦屁股 骨扣潇洒拉杆 命中用最接球的方式 告诉对手自己才是这里的霸王 那么你觉得在野球场上 到底谁更略胜一筹呢 欧洲部 变相 转身 运球 拜佛 接球 NBA 过人教学平台 关注